美军士兵 最新讯息显示 美军新的军事计划做出了变更 原先计划的12万增兵伊朗的计划被否认 新的增兵计划修改为1万人 当前 围绕伊朗美军部署了一个航母战斗型 4架B-52轰炸机以及其他一些军事部署 兵力大致为1万人左右 虽然美军增兵伊朗将继时进一步推向紧张 但是仅凭2万美军的部署 还不足以让美军启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这2万兵力的部署 更多的像是一种防御性部署 但是不排除这是美军部署使用的障眼法 稍早前部署12万的军事计划 虽然被否决 但是分析称 美军要向波斯湾增兵11万人需要数周或是数月的时间 很难确定目前1万增兵是不是这12万的一部分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进行演习 不过 美军高层虽然对伊朗发出了严厉的威胁 甚至说出了让伊朗消失的这样的狠话 但是美军的行动还是非常谨慎 在数日前的5月17日 美军部署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进行了一场演习 有意思是美军并没有选择在伊朗附近或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进行 而是将航母打击群拉到了1000公里外的阿拉伯海海域进行 分析称 战事美军不想刺激伊朗 也防止伊朗做出误判 进而发动对美军航空母舰的攻击 伊朗流星三导弹 伊朗是该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拥有该地区最庞大的弹道导弹部队 其流星系列液态燃料弹道导弹 最大射程达2500公里 流星副三弹道导弹改进的固体燃料导弹射程 可达4000公里 可以完全覆盖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 新型的法塔赫系列弹道导弹 使用固体燃料 打击精度更高 能够公路机动发射 另外 报道称 伊朗新研发的波斯湾反舰弹道导弹 在舰船平台上发射拥有难以难以令人置信的100%成功率 该导弹战斗部重达650公斤 可以突破美军的防空系统的拦截 稍早前 美国国务卿突防伊拉克 称因为是伊朗在舰艇上部署了该导弹 出现了紧急情况 这或许是让美军航母打击群最为担心的武器 伊朗仿制改进C-802型号的反舰导弹 伊朗的武器库中还有致命的巡航导弹 由C-802改进升级的伊朗国产巡航导弹 被认为是对美军舰队致命威胁之一 这样的巡航导弹伊朗生产并储备的数量惊人 在美国宣布要增加1万兵力持人波斯湾之际 伊朗方面也对美国发出了警告 这次警告与以往不同的是 不是针对美军 而是针对美国 伊朗最高决策人警告 美国文明将衰落和毁灭 此前 伊朗速度威胁击沉美军航空母舰 分析称 目前 美国伊朗局势进一步紧张 但是不太可能开火 美军航空母舰的部署 被认为是这场战争是否打响的风向标 目前 美军在该地区仅部署了林肯号航空母舰 里根号航母 不过 情况或许会发生变化 最新的讯息显示 在日本维护了大半年的里根号航母 已经结束了维护使出港口 里根号航母是否会被部署到波斯湾 这是所有军事观察人士关注的焦点 分析称 美军要打响伊朗这场战争 需要向波斯湾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 如果里根号舍向波斯湾 那么意味局势可能进入失控状态 打响战争的可能增大 风文大师